过年陪男友回家,却被不识获的恶婆婆教育不要拜金,女人,你知道你拒绝的是三千万吗? 我低头看着一桌难吃量少的饭菜,忍无可忍脚踢熊孩子手打恶婆婆,很好,送上门的好处不要,我等着看你们后悔,今年的春节快到了。 我看着正在收拾东西的同居男友,像往年一般问了一句,我们什么时候能见父母啊? 男友愣了一秒,随后有些不耐烦地回复,你急什么,总会有机会的。 我内心了然,说到底也不是我在急,我和男友是大学同学,大四才在一起,一起经历了毕业,工作,走过了五年时间,还以为现在稳定了一些, 我们的婚事就能提上日程,不过现在看来倒是未必了,我淡淡地应了一声,也失去了帮他一起收拾东西的耐心,我不想跟他吵架,但是失望是慢慢累积的。 谁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刻爆发,他似乎发现了我的不对劲,走到我身边服了个软,露露,你别生气,是没什么好生气的。 我看着他,不眼眼中的失望,凌晨,我只是不懂你在逃避什么。 读书的几年里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好像随着他的承诺一起揉碎在光阴的风里,留在原地的只有我,我没有逃避。 他似乎被戳中了痛处,沉着脸,现在不是好时机。 一年一年又一年,我看着他冷笑,你以为我有多少个五年能陪你好? 凌晨一直让我等他,让我支持他,跟我说好男人要的是事业上的成功,现在呢? 我拿着高他两倍的工资,看不见他许诺的未来,只能陪他停滞不前,你少看不起我了。 他发了火,沉露,你以为结了婚,你还能有那么好的工作机会吗? 我不欲再与他争辩,扭头要走,身后却突然有人伸手揽住我的腰,凌晨贴了上来,他的声音里带着抖。 沉露,你别走,你跟我回家吧,今年就回去。 我沉默,他却突然像看见了希望,你别生气,是我的错,他道着歉,手里拿着手机胡乱解锁,我们订票,我们现在就订票,你跟我回去,好不好? 我看着这样的凌晨,一时如梗在喉,我当然一直都爱着他,爱到拒绝父母,介绍的人,拒绝更好的工作机会,拒绝很多自己的爱好,但是现在,我得到我想要的了吗? 凌晨抬头,眼底星红一片,他把手机凑到我面前,有些讨好的给我看,机票订好了,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走? 我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接过了手机,就当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他看起来好像不能失去我,我恍惚这么想着,把手放到他的脸上,他知道我这是同意了,松了一口气把我抱进怀里, 露露,我带你回去见见我妈,他这么说,我迷迷糊糊回抱住他,心里隐隐多了一丝期待,既然是过年回家见父母,有些准备就还是要做的,我和凌晨商量了一下,买了一些水果和礼品,除了父母, 还有凌晨的弟弟和一些家里的其他亲戚,想到凌晨的妈妈,我思考了一下,决定提前打好婆媳关系,送一点拿得出手的礼物。 我细细回忆,突然想起来,有一年去云南,逃到了一个很合适的东西,是一只玉手镯,手镯是在云南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买到的,好像是老太太的儿子要结婚,她就拿了自己的几件好东西在村口问,看见我们这些外地人便开口招呼,那个婆婆看见我,眉目间带着一丝温柔,姑娘。 你和这手镯有缘分啊?她会帮到你许多的,目前你遇到的难处都会变好的。 我有些惊讶,她怎么知道我遇到些难处?这一整年我确实过得不太好,和凌晨的感情不算顺利,最关键的是我工作上出了点问题,本来有一个晋升机会,但是为了不和凌晨,异地我选择了放弃,我一直有想要买房的想法, 父母已经老了而且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接他们到我身边来,也方便治疗,可是这些难题,光凭一只镯子怎么解决? 我自嘲地笑笑,全当是一种心理安慰,一开始我只是抱着随便看看的想法,也想过会不会被骗,不过看到手镯以后这个想法就打消了,虽然没有盒子,但是东西确实是好东西,我平时就喜欢看看玉石,对这方面有一点了解,这只手镯橙色很好没有杂质,而且通体透亮,同行人还提醒我。 说不定买到的是房品,让我注意别上当受骗,但是我看得出买下它确实值得,特别是看见它以后,直觉告诉我我应该买下它,或许确实是有些缘分,最终我还是付钱带走了,不算便宜,甚至花了我不少工资,不过我还是觉得捡了漏,本来想着今年带回去给自己带, 却突然决定了要去凌晨家过年,我想了想,还是把这只玉镯包好带上了,毕竟是见未来的婆婆,还是要拿出诚意来,走之前我跟家里打了电话,说了我今年要去男朋友家,父母虽然不舍得,但还是为我高兴,让我放放心心去, 我和凌晨按照计划出发,一路上她似乎有些紧张,很频繁地看手机,我想可能是第一次带对象回家,难免有点心理负担,于是笑着安抚,你好像比我还紧张,凌晨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开口,露露,万一我妈问到你家里的情况,你别如实说,见我沉默,她又急急忙忙补充,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爸妈都是退休职员,有退休工资,所以难免,我皱眉,我父母也不是没收入,我一直跟你说过,我给他们买过社保,和理财产品,我不是嫌他们没收入,她烦躁地挠挠头,我是说以防万一,我知道了,我答应下来,但是气氛已经有些僵了,我看向车窗外,莫名地感觉到一阵凶闷, 和凌晨回家过年的这个决定,好像做得并不好,在凌晨的家乡,春节气氛还是很浓厚的,街上到处播放着好运来和恭喜发财, 小孩子们拿着鞭炮跑来跑去,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符字和心对联,这一切对我而言都很新鲜,街巷里年夜饭的味道也冲淡了,我在车上的不安,我牵着凌晨的手,和她一起来到了一家住户门口,凌晨敲了敲门,妈,我回来了, 门里响起回应,不一会儿,大门在我们眼前之呀,一声打开,开门的妇人脸上满是欢喜,提高了声音乐道, 哎呀,小晨回来了,但是戛然而止,她好像突然看见了凌晨身边的我,犹犹豫豫地抬头去看凌晨,小晨,这是, 妈,这是我女朋友,凌晨有些尴尬,随口打了个哈哈,推着她妈,咱进门说吧,我心下一沉,凌晨她妈妈的这个反应, 看起来竟然像是不知道我要过来似的,难道凌晨没有告诉她家里人要带我回来, 我突然想到了这种可能性,有些难以置信,她瞒着家里带我来,这只会让我现在变得很尴尬, 但是现在要走已经不可能了,我硬着头皮,堆着笑意跟上,他们进了门, 可能是得知了凌晨要回家,凌晨家亲戚不少,客厅里沙发上坐着几个高谈阔论的男人, 还有小孩子尖叫打闹的声音,我被烟味和小孩的噪音弄得头皮一紧, 有些不适应地绕过了地面上的瓜子壳,想要进去找凌晨, 没想到才刚迈出脚,就被沙发上的男人开口叫住,你谁呀? 她叼着烟,露出被熏黄的牙,敲摸进来不打招呼,有没有礼貌? 我迟疑着点了一下,您好,我是凌晨的女朋友。 男人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哟,凌晨这小子怎么玩妞也不玩个大长腿啊。 他带着点打亮的眼神落在我身上,语气让人很不舒服,也就那样吧。 我被弄得有点火大,想了想这是在凌晨家,还是放弃了争执,凌晨正好出来接我,听见这话皱了皱眉,没说什么,我跟着他走,他才回头叮嘱我,刚刚那个是我二叔,他说的话你别放心上。 我点点头,在心中记下来,凌晨家人对我的不欢迎,比我想象中来得更为明显,我有些尴尬地站在客厅,依稀听见凌晨和他妈妈争论的声音,不是说自己回来吗? 怎么还带个人?这是他妈妈,回都回来了,凌晨声音闷闷的,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可能是我们的决定太仓促了,他家里人一时没准备好, 也是能理解的,但心里始终多了个不大不小的疙瘩,凌晨从房间出来,轻轻揽着我跟客厅里的亲戚,简单介绍了几句,书,疑,这我对象。 我跟着打了招呼,把礼品和水果放在桌上,突然,凌晨的妈妈出现在我们身后,看见我提着的水果,皱了皱眉,我冲她和善地笑笑,也不打算过多纠缠,凌晨她妈一眼除处。 我冲她的房,轻描淡写道,沉露是吧,去把这点水果洗一下吧。 我愣了衣,下,有些明白过来,我是脾气好,但不是傻,凌晨她妈的这个态度,明白着就是在给我一个下马威, 那么理所当然的只是我去干活,也就是为了测试我能听话到什么程度罢了,我当然不会如她所愿,我有些抱歉地笑了笑,语气里带着点虚弱,不好意思,阿姨,我前段时间感染了风寒,不太方便碰水。 凌晨她妈阴阳怪气地应了一声,哎哟,又没说让你用凉水洗。 她转过头,面上乐呵呵地对着凌晨调侃,现在的女孩子确实娇气哈。 凌晨笑了笑没说话,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不再搭枪,吃饭的时候,我就算在心大也感受到了。 来自凌晨,家人的针对,我是沿海一带的人,平时吃得清淡,不重口,刚刚凌晨给她妈介绍的时候,也说过了我的家乡,但是现在我看着桌上的菜,一言难尽,全是重油重辣重口味的。 我求助似地看向凌晨,她犹豫了一下,刚要开枪,她妈就咬了满满一勺麻辣鱼放进我碗里,花椒和辣椒掺杂着红油,直接盖过我的米饭,不用低头都能感受到一阵辛辣。 我忍了忍,还是开口,阿姨,不好意思,我不太能吃辣。 是吗?她妈似笑非笑地看我一眼,不好意思啊,阿姨想着,既然是喜欢凌晨了,饮食口味上总会有一点改变的吧。 没事的,阿姨,我顺着她的话点点头,摆出通情达理的姿态,上学的时候也和朋友经常吃。 意思就是改不改变口味倒是和你儿子无关,也是,还没结婚呢,也不用太把自己当本地人。 她这句话一出,气氛就凝固了不少,凌晨咳了一声,却没有出言反对,她低头吃着饭,像是感受不到餐桌上弥漫开来的尴尬氛围。 我眼观鼻鼻关心,装作没听见她妈刚刚说了什么,实际上我已经后悔了。 有这时间,我不回家过年好吃好喝地享受着,反而跟来这里受气,但我也不好表现得太明显,毕竟这是凌晨家里,对方又是长辈,好不容易吃完饭,我自认礼貌地走到厨房准备帮个忙。 凌晨她妈看见我进来,脸色不是很好,语气也淡淡的,不用进来帮忙,去坐着吧。 我本来也就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比较积极,客气一下,听她那么一说,倒是毫不客气地就出来了。 我已经决定了,既然她家里人对我的态度那么不友好,那么我也要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头一转,就看见个小男孩蹭在我身边,小孩,去那边玩吧,我分了她一点糖果。 你是我哥的女朋友吧,小孩看着没多大,言语倒是很机灵,你是林兴。 我笑笑,听说过凌晨有个还在上六年级的弟弟,你是我哥女朋友,那你得给我压岁钱吧。 没想到这小孩毫不客气,把手往我面前一伸,我都气笑了,这什么毛病,二百八十八就行。 我游戏里买个皮肤,她看着我没动作,有些不满意,快点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 我试图平心静气地和她沟通,而且我给压岁钱,肯定要亲手拿给你父母的。 小破孩子看着我,突然就沉下脸,你不给我,我就不让我哥娶你,你等着没人要吧。 我沉默,现在的熊孩子都欠揍吧。 不过我脾气也不好,回了她一句你试试看,以后,再也没理她。 然后,这熊孩子就对我展开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抱负,要么就是拿着小玩具往我身上扔,要么就是偷偷往我后背放瓜子壳。 我一开始还忽视她,直到她开始一次又一次小幅度地冲向我,在打我一拳以后,我忍无可忍了。 我一把抓住这颇孩子的衣领,把她狠狠地拎起来,你再打一个试试。 熊孩子哭了,在我把她拎起来,用表情恐吓了以后,她突然崩溃,发出刺耳的尖叫,开始嚎啕大哭。 我冷脸,准备把她放下来,她却一伸手抓住了我的项链,我震惊了,想让她松手,没想到她越发挣扎起来,一个用力就扯断了。 卧槽,这是我新年刚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几千块的金项链,她说扯就扯,现在还断成两截。 我实在没忍住,狠狠掐了她一把,威胁,给我放手。 她拽着我的一半项链,哭得更凶了,妈,这个女的打我。 紧接着厨房里就传来凌晨妈妈慌慌张张的,声音,怎么了宝贝? 这压还在哭,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放开了她,冷漠地看着这一烂摊子,凌晨他妈一出来,就跟他弟弟被我欺负狠了似的,抱起来哄了又哄,凌晨往我这边看了几眼,表情不太好,你怎么还跟小孩子计较? 不说还好,一说我也有些委屈了,不过我还是控制住了,不想闹得太难看,勉强回了句没有,凌晨他妈安抚着那熊孩子,什么也没说,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被看得莫名其妙,下意识解释,我没打他,他妈像是抓到了我的话头,那小孩也不会无缘无故哭啊。 呵呵,傻逼家庭傻逼妈,我不愿再做无谓的争执,在地上找到我剩下的半截项链,准备装回去重新修一下,凌晨看着我,临星弄断的。 我点点头,把项链妥善收好,凌晨沉默片刻,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我记得是周六福的吧,拿回去让店里修修。 本来我也不打算再纠结过多了,想着见父母第一天就闹成这样,始终是不太好看,毕竟对方也就是个孩子,于是我走过去,缓和了一下语气,不好意思啊,姐姐吓到你了,我买吃的给你吧,好吗? 没想到凌晨他妈直接一口拒绝了我,那倒是也不必了。 我?凌晨他妈沉着脸,从上到下地扫尸我几次,半晌才开口,已有所指道,断了个项链,也要凌晨陪着,我可不敢再让你买东西来。 什么玩意儿啊,这老女人。 我火一下子上来了,刚想开口,却被凌晨拦下,反而凌晨他妈开始翻起了账,从你进门,我就发现了,项链戒指,要那么多配饰,做什么? 刚刚还是凌晨说陪你去修,该不会都是小晨给你买的吧? 我被几句话气得头晕,什么叫凌晨给我买的? 这几件每一条每一个,都是我自己给自己买的,他凭什么下定论? 而他还没说完,还要点评几句,女孩子,最好还是别太拜金了。 卧槽,我拜金。 我冷笑一下,我拜金还能看上你儿子,那么个烂泥服不上墙的玩意儿。 女孩不给你家送礼送红包,就是拜金,给自己买条项链,就是拜金。 怎么不看看自己有什么金可让我拜的,凭你儿子一个月四千的死工资? 要点脸吧,我站直身子,冷下语气,嘲讽地笑了笑,怎么? 那我把今天在你家吃这顿饭的饭钱,也A舍了转账给你得了。 老娘不忍了,谁爱伺候谁伺候,见气氛的走向开始严肃起来,凌晨立马出来打圆场,她把我稍微往后拉了一下,沉露,冷静一点。 我火气蹭一下上来了,是我不想好好说话吗? 明明是她妈一直在刺激我,我内心有些失望,但又想到对方毕竟是长辈,也就算了,不做口舌之争,但我明天就会立刻走,再也不想留。 凌晨见我不说话了,便去翻出我带来的礼物,找到我给她妈妈带来的手镯,我用了个紫檀盒子装的,很用心地包装好。 凌晨一边把礼物递过去,一边开口,妈,别生气了。 她打开盒子,这是露露给您买的,您看,话还没说完,就被她妈生硬地打断了,我不要。 我实在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她妈却借机抓了个错处,她也好意思拿得出手吗? 我瞪大了眼,什么意思,这怎么就拿不出手了? 我冷静了几秒,语气平淡地问道,您觉得哪里不满意? 哼,凌晨她妈冷笑一声,把盒子推了过来,你这丫头心眼还挺多的,自己戴的项链知道要去牌子店买,买大牌的,送我的就随便找个盒子装过来。 没有牌子也没有证书,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买了个假的糊弄我呢? 凌晨她妈不依不饶,冷嘲热讽,我被她一通指责,说得莫名其妙,谁送家长礼物会送假货,而且这镯子本来就是我有缘遇见的,上拿给她弄名牌标志啊。 凌晨的手一顿,竟也很微妙地把盒子放下了,我沉下脸,把镯子夺了回来,行,你们有眼无珠,认不出好东西,你不要我自己戴,年纪轻轻,就懂得古刀首饰,不败金也败家,那头还在叠叠不休,颇有要再教育教育,我的意思,我忍无可忍。 但是,从小的教养,还是让我克制住自己,没讲脏话,林阿姨,您话说中了吧? 我确实有点委屈,看向凌晨想让她开口说点什么,凌晨感受到我的视线,僵了一下,表情有些微妙,她犹豫着开了口,妈,你少搭枪。 她骂一个眼刀过去,我这是帮你,不然钱全被骗了自己还乐呵呢? 阿姨,我所有的首饰和送你们的礼物,都是花我自己的钱,我阐述事实,尽量冷静。 我和林晨恋爱的几年里,我从来没有占过她的便宜。 甚至,我还暗中帮助她了不少,不知道是她把自己看得太高,还是她妈真拿她当个宝,我几乎不忍拆穿,我工资比林晨的要高。 林晨的脸色立马垮了下来,试图阻止,说这些干嘛。 真好笑,这时候还要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没想到她妈比我想象中更会顺着杆子爬,脸皮厚得令人发指。 那这么说,你能力这么好,结婚的时候彩礼少点也行吧。 牛逼,我都快被气笑了,这疯婆子现在已经把算盘打到彩礼上了呀,彩礼的事跟我家里人谈吧。 我很明确地拒绝了她趁机提出的要求,那正好,不用谈了,林晨他妈淡淡道,眼神里带着点轻视,你以为我们家林晨非你不可吗? 我听林晨说了,你家里条件也就一般,父母还没有退休工资,现在是你配不上我家小陈。 真是荒谬,我叹了口气,21世纪恶毒婆婆,家庭大戏还真让我给撞上了,林晨和我在一起也好,不和我在一起也好,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眯了眯眼,倒是您,不会不管哪个女生,来到您家里都要被刁难吧。 我没给她辩解的机会,继续输出,逼别人吃不合口味的菜,要求第一次来你家的女生洗菜做活,家里大大小小都不尊重人,还要倒打一耙说女生败金。 这就是您家的代客之道。 我彻底打算和她撕破脸了,说话也就不再客气,林晨他妈此时像被我气到了一般,先是惊诧地看着我,半天以后才回过神,她冷笑了一下,林晨当然能找到更好的。 我表示席耳恭听,实话告诉你,我们老家的就田地被政府开发占用,合同已经签了,过完年赔款就能下来。 她撇了撇嘴,我本来就不赞同小陈和你在一起,所以一直不让她带你见父母,今年正好见了一面,我也就把话说开了。 你如果想和林晨结婚,就放弃彩礼,然后签合同保证你不会动那笔征地赔款,你能做到的话,我就再考虑考虑。 我听着听着都乐了,这老太婆在做什么美梦啊? 就算征地有赔款,也不至于那么一副你要加入豪门,乐得高高在上的模样吧。 您放心,我吃笑道,我绝对不会碰你们那笔征地款,当然,也不会放弃彩礼。 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你儿子一个人能嫁,您说是吧。 林晨脸色变了变,陈璐你什么意思,你管她什么意思呢? 她妈看着她,恨铁不成钢地拽她过去,上回妈不是给你介绍了李院长的女儿吗? 她多好啊,长得漂亮,又温柔体贴,而且她爸是院长啊,怎么都比现在这个强吧? 妈! 林晨有些着急地叫了一声,沉默看向我,我坦然与她对视,哦,连退路都找好了。 难怪呢,不求上进也不着急和我规划生活,原来已经找好了合适的下家,我们只见过几面,没有在一起,林晨还想解释。 我只觉得好笑,面都见了聊也聊了,还不够吗? 难道真的在一起再来通知我说我被出局了? 即使我在刚刚已经做好了分手的决定,但是骤然听见这个消息,还是感到有些心痛,但也有些庆幸,庆幸自己还好没和她走到登记结婚的那步,早点看清,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说我有些如释重负,内心是从未有过的轻松,举起手机晃了晃,我通知他们,机票订好了,明天就走。 今晚我什么都不追究了,你们最好别再惹我。 林晨他妈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硬气,你,你什么你,真当我是离了男人活不了的兔丝花吗? 我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开始我和林晨分手了,你家的大事小事七大姑八大姨都和我无关了。 征地赔款也好,李院长的女儿也好,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老娘不陪你们完了。 我把手机往兜里,一揣,抬着下巴走了出去,路过那熊孩子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当着林晨他妈的面,威胁了他,别哭了,再哭我就删你。 小孩看着我,眼神一缩,我伸手拍拍他的脸,满意地看到他露出有些害怕的表情,然后潇洒转头,卧槽,爽死了。 木怼恶婆婆爽死了,大妈妈宝,男爽死了,收拾傻逼熊孩子也爽死了,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发疯那么爽。 看来还是发疯有意于身心健康,我收拾好了东西,打算等明天就走,毕竟现在是大年夜,也没人送我去车站,而且既然表明了态度,我根本就不会在意凌晨家人什么看法,我都送了礼品水果了,注意完怎么了。 无聊之下,我就打开了微博,开始刷些有的没的,可能是最近太忙了,我关注的一些博主更新了好多条内容,我都还没来得及看,我随便点开一个文物鉴赏家的主页,就翻看起来,刚好他前几分钟转发了一条微博,好像是一支玉镯的鉴定过程,有点一丝,我好奇地点开,确实是橙色,很好的玉镯。 灯光打在上面,通体透亮,在健保师手中十分引人注目,我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个花色有点眼熟,怎么感觉,和我上次逃到的那只有点像呢? 我的心脏扑通扑通跳起来,虽然我那支也花了快三万块,但是应该没那么巧吧? 这时候,视频里的手镯主人突然开口,说是在西南一带买到的这一支,专家点评的时候说,这支的工艺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很可能原本是一整队的,也就意味着,还有另外一支,西南一带。 我猛然惊醒,我这只是在云南买的,刚好也是在西南一带,上次回来以后还没时间戴着手镯去鉴定。 因为自己也略懂一些,确定是真玉了以后就没怎么管了,难道? 卧槽,我压抑着兴奋感,立刻联系了之前认识的对玉很有研究的朋友,我把照片发给他以后,他严谨地告诉我,玉的橙色看起来很好,但是因为是照片没有办法很精准地鉴别,他可以帮我联系一下他的老师,让我把手镯带回家。 我整个人有些晕晕乎乎的,有种仿佛中了大奖,但是不确定这个奖票,是不是捏在我手里的朦胧,不确定感,随后突然反应过来,还好没送出去,要是今天没和凌晨,他妈吵架,要是今天没彻底把话说清楚,说不定这玉镯可就不在我手上了。 我胆战心惊地把手镯打开看了看,还好还好,玉手镯的橙色确实很好,在这种环境下都清透可人。 想到凌晨他妈冷嘲热讽地说我,买了个假货送他,我就拳头一紧,我精心挑选的,本来想要拿回家送妈妈或者自己带的好东西,真心送给你也就算了,还要嫌弃这嫌弃呢,不过现在这个拒绝倒让我觉得庆幸不已,真一马走运啊,看清了一个男朋友,摆脱了一个看起来就很灾难的家庭。 还很有可能要发一笔财,我前程双手合十,感恩。 第二天早上我谁都没通知,直接起床就跑,我急着回家看狱,恨不得马上到家,凌晨好像听见了我的动静,急急忙忙追了出来,沉落。 他叫住我,站在原地我的面前,我看着这个相恋五年的男朋友,心底只剩下平静,凌晨看了我几秒,犹豫着开口,沉落。 我,不用说了,我快速接上话,我自认没什么对不住你的,也不打算再纠结你爱不爱我这一类的问题了。 无关郁卓或者别的什么,仅仅是我根本看不见他对这段关系的重视,从昨天踏入他家开始,我就做下了决定,就当是我这五年,什么都没得到过。 说完最后一句话,我毫不犹豫地转头就走,身后隐约传来凌晨喊我名字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他妈出来的动静,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我知道,凌晨连追上来的勇气都没有,不过没关系,我也不会回头了,以后都不会再回头了,好不容易到家,我立刻着手安排与手镯的鉴定事宜。 我那个朋友的大学导师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做过很多年的鉴定工作,我不敢轻易找别的鉴定机构,相比之下也更信任这位教授的能力。 和朋友商量了以后,我们就把手镯送了过去,因为是熟人,所以导师表示能尽快出结果,能够减少一些等待的时间。 我送走手镯以后,心情很微妙,有些焦虑又有些放松,最后几乎是平静地在等待结果,你不紧张吗? 朋友问我,我摇摇头,一开始是很紧张的,不过我内心也知道,有时候不抱那么大的期待,后续的失望也不会那么大。 而且不管怎么样,就算价值不高,也对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毕竟最难熬的都熬过去了,从今以后就是全新的生活,但是结果真的出来的时候。 我几乎有些颤抖地接过了那份报告,朋友眼中的喜悦藏都藏不住,他笑着跟我说,你要是想脱手,教授那边可以介绍很靠谱的买家。 我平静了几秒,翻开鉴定书,确实是价值连城,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估计价格上的数字,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朋友调出当初我看的那个视频里的,那只手镯给我看,语气肯定。 而且,你这只大概率就是这一对里的另一只了,成色极好价值高,同时还是一套宝贝里的另一只,光是以我所接触到的皮毛。 我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走了大运了,我当初花的三万块,现在已成以千倍的价格攥在我的手中,我恍惚间想起了什么,坚定看向朋友,可以清教授帮我联系买家吗? 我要转卖,开什么玩笑?这种价值的是我佩戴在手上的吗?我不配啊。 教授和朋友的效率比我想象中的更快,也有很多玉石爱好者慕名而来,想要一看究竟,当我说出我是机缘巧合得到他时,很多人都沉默了,确实是,有缘分,一个专家感叹,他注定是给你带来好运气的,姑娘。 连凌晨都不知道从哪儿得知了消息,一直联系我,让我不要冲动脱手,开什么玩笑,你有什么立场来管我的事。 而且这是我的东西,与你合肝,面对他的喋喋不休,我选择直接拉黑,眼不见心不烦,最终签合同拍板定下也不过一个月时间,听说买家已经买了上次那一支,想要凑成一对,于是态度很诚恳地来与我交易,交易过程很愉快也很顺利。 朋友们,说真的,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2700万,谢谢。 开了眼了,直到这笔钱打入我的账户中,我都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这是我的钱吗? 我现在,或许可能大概率,成了一个小富婆了。 爽,这是我花好几天时间接受现实以后的唯一体验,除了爽没别的了,我是一个普通人,当普通人手握一大笔钱的时候,会想先做什么呢? 买房,我现在就奔波于各个看房地点中,最终毫不客气地给自己,安排了一套一千多万的大房子,提车,七百多万的车开起来确实,爽得让人这辈子都不想再挤地铁,两个人生终极目标突然被解决。 我一下感觉人生都变得愉悦了起来,再看看账户余额,数了数那一串的零,嗯,更愉悦了。 有了钱一切都好办很多,我把父母从老家接了过来,之前身体上那点问题也立刻找了最好的专家,安排了适合的治疗方案,很快就解决好了,连后遗症都没有留,我内心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 甚至觉得有些恍惚,年前我还在为这些事焦头烂额,为自己的无力感到痛苦,而现在竟然都变好了。 我想到买手镯时那个婆婆的话,感叹她果然没说错,这只玉手镯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命运,我做好了旅游计划,准备在收价之前和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当然,工作还是要做的,不能完全当闲鱼嘛。 于是我就在去朋友家商量旅行路线的路上,被凌晨堵在了门口,她怎么那么坚持不懈啊? 有什么事吗? 我保持着礼貌,陆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凌晨站在那儿,拉住我不让我离开,她是不是真的有病? 我无语至极,几乎要被气笑了,凌晨,是你家里先给你安排了新的对象,也是你妈亲口说得觉得我配不上你。 都是我的错,她没接我的话,只重复说道,我们复合好不好。 神经病总是喜欢在你脉下,大好人生的时候出来当绊脚时,还是别了吧,我笑笑,我怕你妈以为我是为了你家的那点,征地赔款嫁给你的呢。 不会了,陆路,她有些慌张,急匆匆地要把她认为的好事,告诉我,我妈现在接受你了,今天还是她让我来的,她现在不会再拆散我们了。 见我仍然不动摇,她又拿出了杀手锏,陆路,你不是想结婚吗? 我们今年就结,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还愿意复合,凭你想和我结婚? 我懒得陪她玩这种偶像剧游戏,决定直截了当地把话摊开说,凌晨,你毕业四年一事无成,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一个月四千块,不求上进不努力。 你什么都不会做,成绩也不算拔尖,你甚至连洗碗这种小事都做不好。 我冷笑一下。 我曾经眷恋的是我们之间相互陪伴的感觉,舍不得的是在读书时候那些轻松快乐的时光。 可是人不能抱着回忆过一辈子。 我在冷风中盯着她的脸,打破她最后的遮羞布,我希望和你回家见父母。 我体谅你陪你在本市工作,但是你好像根本没有规划过我们的未来。 你家里人对我那么不尊重,你妈说我拜金,你甚至背着我去和别人见过面。 你配来找我复合吗? 我伸出手指戳了戳她的胸口,一字一句,又或者,你现在愿意签个合同吗? 保证你和我现在的所有财产,从现在到以后都没关系。 林晨站在原地,哑口无言,看着她这个样子,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些患得患失,从心底里觉得可笑,所以你趁早赶紧滚,以后我俩就当陌生人。 我从她身边擦肩而过,感受到的是愉快与解脱,狗渣男,气死你,结以后潇洒的生活,你连汽车尾气都不配文。 我以为那天放了狠话之后,林晨一家就会消停一点,但是这个认知在我回到家,看见门口的林晨,她妈的时候彻底被打破了。 好一个阴魂不散,令人反胃,我叹了口气,语气冷淡,麻烦不要站在别人家门口。 陈璐林晨她妈恶狠狠地抬头,我告诉你,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家。 我觉得荒谬,反问,不然是你的吗? 林晨她妈表情有些癫狂,你送我的手镯,凭什么还要拿回去? 送了人,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 这疯婆子是真的疯了吧? 她在狗叫什么? 我冷静下来,试图帮她回忆,亲切道,您忘了,是您亲口说,没牌子的假货,您不要的。 我停顿一下,假装惋惜道,哎呀,我也没想到您能有眼无珠成那样啊,好赖都分不清,这能怪谁呢? 陈璐,她气狠狠地盯着我,你现在的车子,房子,都要还给我,我不想再跟她多话,别发疯,那么气不过,你就报警。 那就一半,她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一半也行,如果你分给我一半,我就不让凌晨告诉别人,她带你见过父母,你就还能嫁出去,你,啊。 我一把推开她,眼神闲雾,林阿姨,你搞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我嫁不嫁得出去,是你儿子能不能娶到老婆。 看见凌晨她妈眼中一闪而过的痛苦,我感觉到有些爽,继续刺激,我现在担心什么呢? 我有房,有车,有钱,伸手把她推得离我远一些,我可以保养十个男人换着花样伺候我,而您的儿子呢?他还没找到正式工作吧? 这番话明显狠狠触到了凌晨她妈的痛处,她抖着嘴唇,你,不知廉耻。 我随意点点头,嗯嗯你说得对,所以呢?不想再陪他们玩无聊,游戏了,我直接打电话找了保安,让他们把凌晨她妈直接赶出去。 啊,耳根清静了不少,有时候对付这种人就是要狠心一点。 我想到了什么,打开了手机,上次带我父母去医院,帮我们安排手术的好像就是凌晨她妈所说的李院长。 我当时留了个心眼,要来了她女儿的联系方式。 既然凌晨她妈那么不依不饶,那我也要让你们失去点什么才行。 我发了一条信息过去,你好请问你是李院长的女儿李婷吗? 对方很快回复了,是的,请问您是。 我开门见山,姐妹,听我一句劝,快跑。 你现在在接触的那个凌晨,他们一家就是看中了你爸的身份地位,我是他之前谈了五年的女朋友,他在我们恋爱期间就开始接触你了。 对方显然很惊讶,他之前说他是单身。 我耐心解释,他同时对我们撒谎了,现在我已经和他分手了,就是劝你一句,此人是渣男。 对方听尽了我的话,所以我差点被小三了。 我一直以为他人挺老实的,没想到是这样,我现在就去和他说清楚,谢谢你。 我见目的达到了,满意地关上手机,女孩帮助女孩,揭开,渣男真面目是我应该做到的,没想到晚上我本想打开短视频软件放松一下,却刷到了附近有人在直播,点进去一看,竟然是凌晨他妈。 这老太婆竟然还会这一套啊,直播里,她正在痛哭流涕地蹲在我小区门口,指责我对她不尊重。 还抢走了她的钱,直播的热度越来越高。 不一会儿竟然吸引了不少的人来看。 网友们对这么一个老妇人,蹲在地上的原因很感兴趣,纷纷前来吃瓜。 而凌晨他妈重复在强调我是,怎么欺骗了他儿子的感情,又冷酷无情的一个人搬进了大房子。 我看得无语,把凌晨从黑名单拉出来,转发了直播链接。 别让你妈继续丢人了,发完最后一句。 我直接删除了她的微信。 凌晨一家爱怎么闹怎么闹吧,反正与我无关了。 另一边,网友们开始关心发问。 所以是怎么抢走了您的钱呢? 不能告上法庭吗? 凌晨他妈,他拿走了她本来要送给我的手镯。 网友们猛逼了。 所以这手镯压根原本就不是您的呗。 凌晨他妈,但是他都说要送给我了。 这时候有吃全了瓜的网友来发言了。 我我我,我知道这个事。 是我们导师的朋友好像。 这老太婆一开始嫌女生配不上他家。 大过年的把人从家里赶走了。 还不收他的礼物。 逼着自己儿子找别的女人。 现在看见这手镯卖了发财了。 就巴巴赶着回来要钱呗。 实际上,人家这钱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网友们哗然。 这什么人啊? 不就是以老卖老? 还要恶人先告状? 直播间的风向很快就转变了。 之前那群说要来帮他。 讨回公道的人基本上全都在指责他。 这件事越传越广。 甚至快上了视频的热榜。 好多人涌进直播间骂他。 凌晨他妈哪见过这个阵仗? 急急忙忙关掉了直播。 灰溜溜地走了。 走之前,我见了他最后一面。 我拿出一份律师你好的声明给他看。 上面白纸黑字。 根据律法一条条地写明了。 那个手镯,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我还没和凌晨结婚,这属于私有财产。 我嘲讽道,而且是你有眼无珠在前。 本来送上门的三千万。 是你自己亲手拒之门外。 除非你现在让时空倒流。 不然就算你撒泼上吊。 这东西也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冷笑一声。 让保安把人赶走了。 凌晨他妈得不到好处。 只能回老家。 但是他没想到。 这件事老家的人都知道了他出去撒泼的消息。 一回去就有人对着他们一家指着点点。 连之前介绍女儿给凌晨的李院长都不愿意了。 不让凌晨和他女儿再接触。 后来又传出凌晨之前假装单身去见李婷的事。 更是把他家的面子都丢完了。 林家的名声彻底臭了。 在当地再也抬不起头。 连媒婆都不愿意帮他家继续说亲。 临晨单位更是因为这种不太好听的谣言。 直接找了个借口辞退了临晨。 临晨一家彻底消停了。 当我在几千里之外的酒店里。 听朋友说起这件事的后续时。 心想果然是恶人自有恶报。 我们已经开始了享受生活的旅行。 我每每躺在宽阔的大床上。 看着落地窗外不断升起绽放的烟花。 想起年初时候因为要和凌晨回家。 见父母而感到的期待和不安。 现在看来倒像是好久之前发生的事了。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香槟和姐妹碰杯。 真是一个好年啊。 还烦恼什么呢?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准婆婆偷偷将我婚房写到小叔子名下。 被我发现她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家我做主, 不答应就滚出去。 我直接把她告上法庭。 以为订个婚就能拿捏我。 做梦。 我办居住证需要提供房产证的照片。 我给男友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接。 我便直接来到他住的地方, 自己翻找起来。 打开房产证我愣住了。 怎么上面是男友弟弟的名字? 我仔细核对了房产信息, 这就是我新买的婚房。 现在上面只写了他第一人的名字。 办房产证的时候, 我恰好出差, 便将四十万的首付款给了男友, 让他去办证。 没想到, 他居然背着我来这一手。 愤怒瞬间冲昏了我的头脑, 我正准备冲去找男友质问, 他的电话恰好就进来。 希希,你找我。 我怒道, 林玉, 房产证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林玉急切地说道, 我现在马上回来, 等我回来给你解释。 我气得火冒三丈, 坐在客厅等着林玉回来。 我倒要听听, 他要怎么解释这事情。 听到开门声, 我从房间走到客厅。 令我意外的是, 回来的人并不是林玉, 而是他的妈妈。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他妈笑咪咪地望着我, 小玉跟我说你们吵架了, 她赶着加班没空。 又怕你生气, 就叫我过来哄哄你。 我心里堵得慌, 林玉哪里是赶着加班, 分明就是心虚。 我将房产证摆在他妈的面前说道, 阿姨, 这房子首付一共六十万。 我们家掏了四十万。 现在林玉却将这房子的名字写成林杰的, 你说有这个道理吗? 她妈全程带着笑脸开口, 月曦, 你俩订了婚, 也领了证。 虽然这酒席还没办, 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们林家的儿媳。 若不是因为订婚, 我父母也不可能给我首付的钱。 原本上周我们是要领证的, 可我的身份证丢了, 重新补办需要一周的时间。 事发突然, 便没告诉她妈。 不过这事情跟房产证有什么关系? 阿姨,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房子的事情。 她妈对着我说道, 是, 既然你已经是我儿媳妇了, 那这就是家事。 我问她, 家事又如何? 她妈突然就端起了架子, 语气极为傲慢, 邻家的事情我说了算, 这房子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不高兴, 那就从我家滚出去。 我懵了, 三官彻底被震碎, 她妈多大脸呀, 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 把我的房子当成她的东西。 我回去之后就接到了男友的电话, 嘻嘻, 那是我妈的主意。 你也知道, 我向来孝顺, 我能怎么办? 我被她这话气笑了, 反过来质问她, 你孝顺, 你自己尽孝, 你搭上我做什么? 林玉依附理所当然的口吻说道, 我孝顺我妈, 将来也会孝顺你爸妈, 多好。 我不想再听她的洗脑, 我就问你, 确定不把房子拿回来吗? 林玉说, 你这个当大嫂的, 怎么这么小气? 她居然还有脸说我小气。 她那么大方, 怎么不把她家的房子转移到我爸妈名下, 孝敬一下未来的岳父岳母。 今天她妈那父以为能将我彻底拿捏的恶心嘴脸, 已经彻底让我看清他们家人的嘴脸。 还没进门就这样的态度, 未来我将面临什么生活, 我已经不敢想象了。 从林玉刚才的话里面, 我已经确定了她的态度, 我认真地说道, 我们分手吧。 电话那头的林玉愣了一下, 随后愤怒地说道, 周月希, 我妈说得没错。 我就是太惯着你了, 才让你这么蹬鼻子上脸。 就你这样的, 跟我分手, 谁要你? 我没理会林玉的暴怒, 直接将电话挂断。 刚开始, 林玉还以为我只是闹别扭, 她跟周边的朋友说, 我打赌, 不用一周她就会乖乖地回来跟我认错。 可惜我没能让林玉如愿。 我当天就取消了预定好的婚庆和婚纱摄影, 连酒店我都直接给退掉, 顺便通知了亲友和老同学婚礼取消。 我跟林玉是大学同学, 有不少共同好友。 很快, 林玉就收到了消息, 主动给我打来电话, 周月希, 你又发什么疯? 面对气急败坏的林玉, 我的口气就平静许多, 或许是已经过了最生气的时间。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些预定的东西我退掉, 有问题吗? 你找个时间把四十万还我, 剩下的我们就两清了。 林玉怒吼着说道, 周月希, 你有种, 要我还钱, 做梦去。 她这副理直气壮的态度, 跟她妈还真是如出一辙。 既然撕破脸, 那剩下的就没什么好说的。 只要她把钱还给我, 过往我就不追究。 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公司, 刚进门就被经理叫到了办公室, 没等我了解情况, 便看到端坐在经理办公室内的林玉妈妈, 还有她弟弟林杰。 她妈见我进门, 鼻子出气, 冷哼了一声。 我将目光落在两人身上, 你们来做什么? 林玉她妈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来看看我的好儿媳, 到底是占了谁的势力, 敢这么欺负我儿子。 我克制情绪, 尽量不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们吵。 谁是你儿媳妇, 我跟你儿子分手了, 请你们出去, 不要打扰我工作。 她妈蹭得一下就站起来, 怒视着我, 那有怎样? 还不是被我儿子给睡烂了的见惑。 我今天就是来问你一句, 这婚你还想不想结了? 我强忍怒气坚定道, 你爱找谁当你家便宜儿媳, 你就找谁去。 我话音落下, 坐在一旁的林杰冷言冷语道, 周月昔, 为了一套房, 你至于吗? 小气成这样, 你也不担心生儿子没屁眼。 林家母子丑恶粗鄙的嘴脸, 彻底激怒了我, 我再也没办法控制情绪, 指着林杰就大骂道, 我小气。 那你呢? 一把年纪还啃老, 有本事别一天到晚游手好闲, 跟你哥要钱, 拿你哥的房子, 你又算什么玩意儿? 见我骂他儿子, 林玉他妈不淡定了, 冲上来要打我, 死丫头, 我撕烂你这张臭嘴。 眼见场面控制不住, 经理叫来了保安, 将我们拉开。 他妈疯狂咒骂, 各种撒泼。 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 我对着他妈怒吼道, 你到底想怎样? 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 不是你撒泼的舞台。 他妈勾着嘴, 笑得得意地望着我, 向我走呀。 也行, 把这份东西签了, 我们就两清。 我从他手里, 接过一份文件, 仔细扫了一眼。 还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他居然要我声明, 我出的买房款, 是自愿赠予, 同时还要求我, 赔偿林玉, 青春损失费十万。 今天他妈这波操作, 算是让我开眼了。 我说, 如果我不答应呢? 哼, 他妈冷哼一声, 你敢不答应, 我就不走了。 以后每天照三餐地来, 我看你怎么工作, 真是不要脸地堪比铜墙铁壁, 跟我耍无赖, 真当我好欺负。 我最后再一次警告他妈, 你确定你不走。 他妈一屁股坐下, 傲气地说,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走。 我不用去请天王老子, 我有的是办法, 让他哭着求着要走。 等着瞧吧。 林玉他妈嚣张地坐在沙发上, 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 十来分钟后, 他妈的手机突然响了。 接完电话, 他妈脸色立刻大变, 直接朝我扑上来。 我早有准备, 第一时间躲开。 由于惯性, 他直接朝前栽去, 若不是有墙挡住, 现在已经摔个狗吃屎了。 他艰难地站起身, 扶着腰还气势汹汹地冲上来骂我, 见丫头,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你怎么敢? 我冷眼瞥着他, 你都敢对我这么做, 我凭什么不能对你下手? 你不是说要照三餐来我公司闹吗? 那行, 我也让我家里人照三餐去你儿子公司闹。 我奶奶年纪大了, 正愁着没事干呢。 面对这种耍无赖的人, 讲道理是下策, 只有戳中他的痛处, 才能制服他。 刚才, 我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 说明了情况。 我爸妈这些天正为我跟林玉的事情发愁, 若不是我爸拦着, 我妈早就上门去讨个公道了。 现在听到林玉他妈又来公司破坏我名声, 搅乱我工作。 我妈听完就火冒三丈, 要赶来公司撕了他妈。 不过被我拦住了, 我让我妈带着他那群一起跳广场舞的小姐妹, 还有我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和奶奶的马友们一起去了林玉的公司。 现在林玉的公司已经鸡飞狗跳, 比我这惨烈多了。 他妈气得火冒三丈, 咬牙切齿地上来打我。 我淡定地说, 你打呀, 你杀我一个巴掌, 我妈就打林玉十个。 你踹我一下, 我奶奶就让林玉下半身永远支棱不起来。 我奶奶可是八十好几的人了, 她能多活一天都是赚, 她怕吗? 我的话吓得她妈顿住了手, 手掌停在半空之中, 不敢落下来。 她妈气得后牙槽都要咬碎了, 偏偏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妈那边积极地给我发来现场战况。 闺女, 你看, 视频里, 林玉直接跪在我奶奶面前, 求着几位老人家高抬跪手。 脸上还带着明显的伤口, 看得她妈一阵心疼, 对我急得大吼, 你赶紧让那群无赖走。 我悠闲地坐着, 就是不给反应。 现在轮到她求我, 我急什么? 要收拾无赖, 就得比无赖更无赖才行。 他们不是一直以林玉进的事, 世界五百强单位为傲, 瞧不上我。 那正好, 大家一起没工作, 看谁更心疼。 见我不为所动, 她妈急了, 见, 她话还没出口, 我扫了一眼过去, 她立刻改了口, 你让他们走, 我就撤。 这口气, 跟我求着她一样, 我自然不会惯着。 以前是把她当长辈, 所以事事尊重听她意见。 以后就是路人甲了, 我何必在意她的感受? 林玉那边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跟催命一样地打来, 她妈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她妈只能乖乖地来求我,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好姑娘, 今天是我不对, 我求你高抬跪手吧。 若不是经理求情, 让我不要影响大家办公, 我根本不可能 如此轻易放过这老太婆。 要撤人也可以, 你给大家说说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她妈还没说什么呢, 一直默不作声的林杰 就先急了, 破口大骂道, 周月希, 你别太过分。 我懒得浪费口舌, 将林玉求饶的视频 又放了一遍。 她妈急了, 我说, 我说, 求你别折腾我儿子了。 林杰要拦着, 直接被她妈给甩开。 她妈不傻, 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儿子, 面子重要, 还是一个大儿子的前途重要, 她分得清。 为了林玉, 她妈彻底豁出去, 当着众人的面, 将我之所以退婚的原因 给说了出来。 刚才还不明, 所以看热闹的围观群众, 纷纷对着她妈和林杰 发出指责。 林杰爱面子, 灰溜溜地跑了。 她妈陪着笑求着我, 闺女, 你吩咐的我都做了, 你跟林玉好歹也恩爱一场, 你就高抬贵手放过她吧。 我当着她妈的面, 联系了我妈, 让她撤场。 挂完电话, 我看着林玉她妈问, 我妈她们撤了, 你走不走? 她根本不敢再闹, 连忙回应我, 走走走, 我这就走。 望着她离开的背影, 我默默地收拾残局, 人善被人欺, 他们要是再赶来, 我就算丢了这工作, 也不能轻饶了他们。 经过这么一闹, 林家也消停了一些。 原本林玉还叫嚣着 要上门来找我麻烦, 可是在见识到 我妈和她那群 广场舞小姐妹的威力后, 她瞬间就怂了。 可是我没想到她认怂之后, 开始跟我耍无赖, 人不要脸则无敌。 林玉, 今天第三天了, 若是你不把首付款还给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电话那头传来林玉 不耐烦的声音, 我们家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一下子根本拿不出这些钱, 你是打算逼死我吗? 还真是欠债成大爷的年代, 我要回我理所应当的钱, 怎么到她口里就成了 要逼她上绝路。 林玉, 你家没钱就赶紧把房子卖了, 我的钱你抵赖不掉。 她敷衍地说了两句之后, 挂了我电话。 看在交往多年的份上, 我就在宽限她两天。 可是没想到, 等我再找林玉要钱的时候, 我才真正见识到 什么叫无赖她妈给无赖开门, 无赖到家了。 我再次联系林玉的时候, 发现她居然拉黑了我。 我直接找到林玉单位去, 林玉的同事告诉我, 她外派出差了, 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回来, 还是她自愿申请这个任务。 找不到林玉, 我就直接上她妈家去。 敲了半天门, 都没有人来开, 最后把隔壁邻居给敲出来了, 别敲了, 他们一家子有事回乡下老家去了, 说是要几个月才能回来呢。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渣男是联合一家子人躲着我呢。 以为这样就能赖掉我的四十万首付款吗? 实在太天真。 从林玉家出来后, 我就去银行打了流水记录。 当初买房的时候, 林玉让我把钱打到她账户上。 可我们两张卡属于不同的银行, 转账需要手续费。 再加上我的卡又有限额, 没办法当天转出那么多钱, 需要去柜台办理才行。 我便直接将银行卡和密码给了她, 没想到现在倒是成了我最有力的证据。 将所有资料收集好, 我托朋友帮我联系了律师。 既然他们跟我玩失踪, 那我就让警察来找他们。 我们法庭见。 见到好闺蜜给我安排的律师, 我眼前瞬间一亮。 闺蜜介绍的时候说, 这位律师非常厉害, 都已经是律所合伙人了。 我原本以为会见到一个雷厉风行的中年男子, 却没想到眼前的男人 如此年轻帅气, 浑身上下还透着一股儒雅的气质。 再次确认了包厢号, 我并没有走错。 或许是看出我的疑惑, 对方主动开口道, 周小姐吗? 我是顾成。 包厢名字都对上了, 自然不可能找错人。 我尴尬地笑了笑, 歉意道, 周律师, 不好意思。 我就是没想到您如此年轻有为, 还以为我找错了, 所以再三确认了一下。 他淡淡一笑, 看来长得太年轻, 也不算什么好事。 他很风趣, 没有想象中的职业古板。 两句简单地介绍过后, 我们便正式进入交谈环节。 我将所有的资料公开放到他的面前。 顾成很认真地看了一遍, 随后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你准备的资料很充分, 靠着这些拿回你付的购房款完全没问题, 剩下的赔偿你有什么要求? 赔偿。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顾成。 顾成说, 借于对方欺骗的行为 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 你可以提出合理的经济赔偿。 只要在合理范围内, 我都可以帮你争取到。 从他从容的言语之中, 我可以感觉得出 他对这场官司的信心。 不用了。 我明确地拒绝了赔偿。 我只要求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 顾成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像是没想到我这个傻瓜 有钱都不要。 是我的我分毫不让, 不是我的我也不想争。 相谈完毕, 剩下的流程我全权交给顾成负责。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顾成却给我一种十分可靠的信赖感。 或许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 也是他年纪轻轻, 能当上律所合伙人的原因。 顾成的动作非常快, 一周时间所有材料都已经提交完毕, 连庭审时间都下来了。 直到庭审时间当天, 我接到了林玉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那头便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声音, 周月希, 你居然敢告我。 我说, 这不是你自找的吗? 你要是乖乖还我钱, 我才没这个闲工夫去告你。 你做梦, 我们等着瞧。 林玉放完狠话, 便直接挂了电话。 闺蜜赵苑坐在一旁, 听见了电话的内容, 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月希, 狗急跳墙。 林玉现在急了, 我怕他会对你不利, 你还是得提前做好准备才行。 要不联系顾成, 把这情况告诉他。 我淡淡一笑道, 人家顾成是律师, 又不是保镖, 这是我自己多注意。 其实我不太相信, 林玉有这个胆子敢下手。 我跟林玉交往这么久, 对她的性格还算了解。 表面看着老实, 实际上有些懦弱胆小。 她只敢嘴上说大话, 真行动她并不敢。 我之前并不知道, 林玉的妈妈是这样的人, 在交往的时候, 我们极少见面。 每次她妈见到, 我都还算客客气气, 也没有太过分的要求。 若不是以为我们已经领证结婚, 她妈也不会这么快暴露丑陋的嘴脸。 我猜到了林玉不敢对我下手, 却忘了她家不争气的弟弟林杰。 那个不学无数的家伙, 二十好几的人了, 还一天到晚跟家里拿钱的窝里横。 晚上加完班, 我从公司回到小区。 老旧的楼梯房, 视线很昏暗。 我熟练地摸出钥匙, 准备打开门。 突然从后方窜出来一个人, 将我往一旁的花圃拽去。 我反应过来后, 奋力地挣扎。 对方死死地捂住我嘴巴, 伸手猛砸我的脑袋, 嘴里还在不断地放着狠话, 臭婊子, 让你做人这么嚣张。 今天必须给你一个教训。 雨点大的拳头, 不断地落在我的脑袋上。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我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被迫承受剧痛。 我想呼救, 可是嘴巴被人死死地捂住。 对方还在不断地殴打我, 发泄着他内心的愤怒。 动静引来路边流浪狗的关注, 开始疯狂吼叫。 狗叫声似乎吓到了歹徒, 他手顿了一下。 我趁着这个机会, 摸到一旁草堆里的石头, 朝着歹徒戴着口罩的脑袋砸去。 他一阵吃痛后放开了我, 我连忙挣扎地站起来跑走。 他反应过来, 从腰间抽出刀, 朝着我追来。 这个动作恰好让我看到他手腕上的纹身, 我一下子认出他来, 林杰, 小区的保安马上就来, 你跑不掉的。 林杰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他包裹得这么严实, 还会被我认出来。 他还想冲上来, 我已经扯开嗓子, 大声呼救。 听到有动静, 他吓得立刻就跑。 见林杰走远, 我一刻不敢停留, 朝着反方向的保安亭跑去。 躲进保安室的时候, 我才稍稍松了口气, 掏出手机报了警。 报警后, 我被警察送到了医院。 我脸上的伤看起来有些吓人, 我不敢联系父母, 怕他们担心。 我只通知了闺蜜赵愿, 让她来医院帮我一下。 令我意外的是, 来得不仅有赵愿, 连顾承也一同出现了。 诏愿看到我满脸是伤, 吓得哭出声来, 天哪, 到底是谁这么丧心病狂, 对你下这么狠的手。 是林玉吗?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个王八高子。 他性子冲动, 我连忙让顾承拦住了他。 不是林玉, 你别冲动, 警察已经在查歹徒了。 我身上的伤就是看起来可怕, 没伤筋动骨。 为了不让赵愿因为冲动惹了事, 我连忙给他安排了任务, 让他帮我跑医院的手续, 分散一下他的怒火。 他一走, 病房里只剩下我跟顾承。 我尴尬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不好意思顾律师, 还让你跟着跑一趟。 顾承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特有的低沉雌性, 没事, 现在赵愿不在, 说说对你下手的是谁。 我有些吃惊, 没想到我连赵愿都瞒住了, 居然没瞒住他。 看来做律师的不仅口才好, 眼力还极佳。 我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顾承沉稳地说道, 你放心, 警察那边我帮你处理, 动你的人跑不掉。 想到顾承在法律方面的专业, 我便没有拒绝他的提议, 等事后再把这笔律师费也给他就好。 谢谢。 顾承笑道, 别那么客气, 就算没有赵愿这层关系, 你也算是我的当事人。 保护我方当事人, 是我身为律师的职责。 他说话的时候, 仿佛整个人在发光, 真的好有魅力。 次日中午, 顾承便给我带来最新消息, 警察已经抓到林杰。 林杰想跑回老家, 在坐大巴的时候被逮捕。 他刚说完林杰的情况,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林玉他妈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直扑我的病床, 好闺女, 你可真是受苦了。 都怪我那挨千刀不争气的儿子, 他怎么下得去手呀? 我伸手推开他, 老太婆还真是会找地方, 压得都是我伤口, 疼得我眼泪都飙出来了。 顾承察觉到我的异样, 立刻上前将人拉开。 他妈奋力一甩, 甩开顾承的手凳过去, 你是谁? 动我干嘛? 顾承说, 我是周小姐的律师。 他妈伸手指着顾承, 原来你就是那个助纣为虐的狗屁律师。 顾承身为律师, 早就见惯了难缠的当事人, 表现得极为淡定。 我却不能接受保护我的人受伤害, 我冲着他妈吼道, 阿姨,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 若是你在闹, 我就报警了。 听到我说要报警, 他妈才收脸, 转过身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早就受够了他这副表面笑嘻嘻, 背地里还不知道想怎么坑你的模样, 根本就不上他的挡。 阿姨, 你有事就说, 没事请你离开, 影响了我身上的伤, 受损失的是你们家。 林杰把我打成这样, 自然得负责我住院期间所有的费用。 提到这个, 他妈又扑上去,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好闺女, 都怪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这回我一定好好说他, 咱们到底也算是一家人, 没必要闹到公安局, 你去撤诉好不好。 我就说他妈没安好心吧。 我说, 阿姨, 你儿子把我打成这样, 差点要了我的命。 你说一两句不好意思就打算过去了。 他妈不客气地冲着我翻了个白眼, 呸呸呸, 就是孩子之间不懂事打打架,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再说了我这把年纪都这样低三下四地求你了, 你还想怎样? 小孩子打架, 低三下四求我。 他可真有脸说, 我说, 你这些话还是留着跟警察说吧, 现在请你出去。 他妈见我不吃他那套, 怒气地对着我说道, 你别逼我, 到时候后悔的是你。 他有什么招数放马过来, 我才不怕, 我坚持道, 请你离开。 他妈大腿一拍, 朝着我的床头冲过来。 我原本以为她要对我下手, 没想到她一头撞在墙上。 砰! 一声巨响, 把我吓了一跳。 随后他妈扭过头, 鲜血顺着脑袋流下来, 鲜红的血液铺满脸颊, 看着好事吓人。 我伸手要去按呼叫铃, 却被他妈一把给摁住。 他双眸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撤不撤速? 不撤, 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我愣神的片刻, 他又拿脑袋撞了一下墙。 一副我不答应, 他就死给我看的决绝态度。 说实话我被吓到了, 我不敢低估一个母亲 为了救儿子的决心。 我扯着他, 不让他再自残。 阿姨, 我们有话好说。 先找医生, 帮你看看伤吧。 我不。 他很坚定地说完, 满脸是写得盯着我, 你今天必须答应我撤速, 不仅不能跟我儿子计较, 房子那边你也得放弃, 否则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虽然我对他这种道德绑架的行为 非常愤怒, 但是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为我去死, 我真的做不到。 正当我准备妥协, 暂时先哄住他的时候, 身侧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眼够了吗? 不够我再给你加两袋血浆, 你头上的包装袋都露出来了。 他妈突然松开我的手, 紧张地去摸脑袋。 随后发现被骗, 他愤怒地朝着顾承看去, 臭小子, 你炸我。 哼, 顾承不屑地冷哼一声。 下一秒, 他妈便扑了上去, 张牙舞爪地要撕了顾承。 顾承朝着门外躲去, 再次进门的时候, 身后已经多了两个警察。 他们要将林玉妈带走, 他妈还想撒泼, 甚至动手打警察。 最后换来一副银手铐, 彻底老实了。 喧闹的病房彻底安静下来。 我好奇地问顾承, 你怎么知道他是装的? 他妈当时表演得那么真, 我就在他身边都没看出破绽。 顾承却能第一时间发现, 还通知了警察, 真的好厉害。 顾承随意地说, 这种招数我见多了, 不过就是在假发下面藏了几个血包, 看着严重, 其实连点皮都不掉。 我真是佩服他妈的脑洞, 没想到老太婆为了能够给儿子脱罪, 居然连这种损招都能想得出来。 可惜啊, 他还是胆小。 若是他真的以命相搏, 看在他做母亲做到这个份上, 说不定我就算了。 想到这里, 我就生气, 咬牙切齿地对着顾承说, 顾律师, 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顾承挑眉看了我一眼, 说了两个字, 安心。 他做事靠谱, 他说让我安心。 我就真的安心了下来, 将事情全部交给他处理。 在医院住了几天,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后, 医生便建议我出院回去休养。 没想到我回到家的当晚, 淋浴便找上门来。 开门看到是淋浴的时候, 我的脸便沉了下来, 你来做什么? 想学你弟, 再对我来挤全。 淋浴一脸心痛地望着我, 西西,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 难道我对你的感情, 你都忘了吗? 感情? 我跟他之间, 还有什么感情可言? 咱俩已经分手了, 你有什么话, 还是留到法庭跟法官说吧。 淋浴突然扑上钱, 一把抱住了我, 西西, 你不要再说气话了。 我去把房子从我弟的名下, 转回我的名下, 然后我们就立刻安排结婚好吗? 他还把我当傻子哄呢? 把房子转到他名下, 就成了他的婚前财产。 我跟他结婚了, 是不是就成了林杰的大嫂, 他们家就有理由名正言顺地 让我放过林杰。 我没想到曾经看似老实可靠的林玉, 现在会变成这样。 还是说, 我一开始就眼瞎, 没看清这渣男的真面目。 林玉, 你不用再演了。 我们不可能复合, 我更不可能撤速放了林杰, 你死了这条心吧。 见我不答应, 林玉的眼神之中透出一丝凶光。 他伸手紧紧地抱着我, 开始扯我的衣服, 嘴里还不断叫嚷着各种混账话。 嘻嘻, 咱们别闹了, 好好恩爱一下, 我会让你舒服的, 你相信我。 我刚刚出院, 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 根本不是林玉的对手。 眼看着悲剧就要再次上演, 突然是故城。 他及时赶到, 将林玉一把拽开。 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林玉已经被故城摁在地上一通暴打。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故城如此凶残的一面, 没想到那么儒雅的人, 揍起人来会如此的疯狂。 别打了, 再打要出人命了。 我上前拉开故城, 我不担心林玉受伤。 这种人渣就算死了, 我也不会给他掉眼泪。 我只是不想故城出事, 不想因为这种破事影响了他的名誉。 林玉被人暴揍了一顿后, 居然靠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他对着故城愤怒地控诉道, 你谁呀你? 拦着我干嘛? 我妈说了, 女人床上收拾服帖就听话, 现在全都给你破坏了。 听到这妈宝说的话, 我只觉得一阵恶心, 恨不得冲上去踹他两脚。 我还没行动, 故城已经实施了。 他猛地踹了两脚, 林玉哭得更凶残。 这画面让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当初我到底是多眼瞎, 怎么就看上了林玉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 故城要报警, 被我拦住了。 他诧异地看着我, 眼神之中带着些许的愤怒, 你还想原谅他。 我抿着唇, 低着头轻轻摇了摇, 声音极小, 我是怕影响了你。 毕竟刚才故城动手揍人了, 他职业又是律师, 我是怕影响了他。 头顶传来一阵清笑, 我抬眸便对上故城那双清澈的双眸, 如皎洁月光一样美好。 傻瓜, 我是律师, 动手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有事没事。 冲动是冲动了点, 但是我不会有事。 听到他不会被牵连, 我稍稍安心了一些。 他说, 这是交给我, 我帮你处理。 我没有犹豫地说, 好。 故城得到我的寿命后, 毫不犹豫地报警, 以强奸未遂的名义将林玉带走。 在经历了林杰的意外后, 赵院不放心我的安全, 特地在我家门口给我装了监控。 视频监控成了最有力的证据, 林玉绝对跑不掉。 林家三口, 现在除了林玉他妈, 剩下两兄弟都在牢里, 等着被审判。 林玉他妈直接气进了医院, 听说还中风了, 连走路都有障碍, 根本不可能来找我麻烦。 法院的判决也下来了。 我资料充足, 证据充分, 再加上有两起刑事案件, 这场官司毫无意外地胜诉了。 法官将房子冻结, 若是林家三个月内不能还钱, 那法院就会将房子法拍, 优先偿还我首付款。 剩下的钱也会用来支付林杰 对我伤害造成的赔偿金, 等这些全部支付完成之后, 才会将剩余的退给林家。 虽然过程曲折了一些, 但是好在事情的结果还算令我满意。 收到判决书后, 我联系了顾成、顾律师, 今晚有空吗? 想请你吃个饭。 我换好了衣服, 带上给顾成准备的礼物, 提前十分钟到达约定的地点。 顾成帮我做的, 已经超过我给他支付的律师费用, 我准备一点小礼物给他, 也算是礼尚往来吧。 到了约定的地方, 我原本以为还要等顾成一会, 却没想到他人已经在那了。 顾律师,你来这么早。 顾成淡淡一笑, 幽默到, 身是习惯了。 我们浅浅交谈了一番后, 我将礼物从包包里拿出来, 放到了顾成的面前, 小小一点心意, 请你收下。 我选的是一个大牌子的领带家, 顾成经常穿正装, 他刚好用得上。 顾成突然抬头看着我说道, 听说你在相亲。 我愣了一下, 在心里将好闺蜜赵苑骂了千百遍。 因为淋浴的事情, 我妈很担心我的婚姻状况, 并急乱投医, 就不断地给我安排相亲, 深怕我嫁不出去。 我一脸苦恼地看着顾成, 顾律师, 你不会也想笑话我吧? 我的情况你也懂, 恐怕没人愿意摊上我这个麻烦。 我跟淋浴的事情, 虽然我胜诉了, 但是我的口碑也深受影响。 谁愿意找一个将未来丈夫告上法庭, 还将他们一家两个儿子都送进监狱的女人。 我低着头, 深深地叹气, 突然头顶传来顾成低沉的声音, 你看我合适吗? 呆愣了一秒, 我怀疑我自己出现了幻听。 我缓缓抬头看向顾成, 顾律师, 你刚才有跟我说话吗? 我没想到顾成居然会主动跟我提出相亲的请求。 顾成给我的感觉很好, 只是我从未往这方面想过。 我刚经历过淋浴的事情, 本身也十分平凡, 这样的我怎么配得上顾成? 在试着交往两个月后, 一天傍晚, 顾成正式跟我提出求婚。 我犹豫了几秒, 便答应了下来。 在我答应的那一刻开始, 剩下的事情顾成都没让我操心。 顾成着手, 开始安排双方家长见面。 见顾成父母那天, 我心里特别地忐忑。 我担心顾成的母亲会嫌弃我, 更纠结要不要将上一段感情的经历说出来。 可是顾成再一次让我感到惊喜。 她的父母都是非常开明的人, 她的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中学老师, 一家子都是书香门第。 双方见面非常的愉快, 席见她父母主动提起婚礼的一些细节, 询问我们家想要多少彩礼。 经过上一次的事情, 我爸妈已经不敢再提什么要求, 只说一切从简, 让顾家看着办。 一直笑容满面的顾爸爸突然严肃了起来, 认真且真诚地对着我父母说道, 别的事情可以随便, 这事情我们可不能随便失了礼数。 该给月曦的, 我们绝对不能亏待。 最后,顾家主动提出 在当地水平线的基础上 再高出一些。 我父母自然是没意见, 连我妈都悄悄将我拉到一旁对着我说道, 你这次开眼了, 顾承这孩子好, 他父母也是开明的人, 你要好好珍惜。 我点了点头, 心里硬了下来。 临分别前, 顾承的母亲将我叫到一旁。 我心情无比地忐忑, 该来的总归是要来了。 可令我意外的是, 顾妈妈早就知道 我跟林玉的事情。 她说, 你上一段感情, 小诚都跟我们说过了, 你是好女孩, 不要有心理负担。 小诚这孩子性子冷了些, 但是实心眼会对你好的。 若是他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悬在我心头的大石头彻底落下, 顾家的开明和顾承的偏爱, 帮我排除了眼前所有的困难。 我红着眼望着顾妈妈真诚地说道, 阿姨, 谢谢您。 聊什么? 还不让我听见? 顾承的突然出现, 打断了我跟顾妈妈的谈话。 顾妈妈佯装严肃地看着她, 我再叫小夕制服你的方法, 以后你要是对小夕不好, 她就有办法收拾你。 顾承问我, 我妈教的学会了吗? 我主动牵起她的手, 牢牢握在掌心望着她说道, 放心吧, 记得很牢, 你以后可得小心哦。 几个月后, 我们的婚礼在顾爸爸亲手挑选的良辰吉日下完成。 我接受了所有亲朋好友最美丽的祝福, 我相信我的未来一定会很幸福。 听说我结婚那天恰好是淋浴被放出来的日子, 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 现在我有我的家庭, 有爱我的丈夫, 有宠我的家人。 我有这些足够了, 我会一直幸福下去。 我会一直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